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变和不变这个话题 各位,你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改变世界 是否和我一样,看不惯身边很多人和事 是否像我一样,想凭自己一己之力改变他们 最后呢,反而弄巧沉着 我有的时候见大哥,有的时候非常搞笑 动不动,我却要颠覆某个行业,颠覆某一个流程 最后都是一地鸡毛,大哥呢,是含笑不语 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我们最开始想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期待它有好的结果发生 你非常想改变它,其实啊 就是你想帮助它过得更好 或者说把这个某一件事做得更漂亮 但是你会发现中国有一句古话讲得特别好 叫做中言逆耳 各位换位思考一下,有谁喜欢听逆耳的中言 为什么我们总要想着改变对方呢 难道我们是真理吗 人和人之间终究是不同的 你千万不要强行去劝诫一个三观和认知跟你不同的人啊 什么叫做鸡同鸭讲 我告诉你,成年人的思维,你想要改变它 只有难强而不是劝解 你这样搞,不仅会无功而返,还会惹上一身骚 你别去劝一个执意要吃祥的人 不然他不但不会感谢你 还以为你要跟他抢着吃祥 世界这么大 我们要允许有一些不一样的神,一些不一样的活法 正因为如此,世界才会五彩斑斓,爱恨吃产 一言以蔽之,不变是守正,变是与时俱进 他的核心问题需要在这种变和不变相对状态当中去正确的理解 事实上啊,千万不要试图通过自己的语言去改变一个人 那样啊,不但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还会让自己身处痛苦之中,无法自拔 想改变别人,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成熟的重要标志 我告诉你啊,纯年人只能筛选,不能被培养 说白了,就是你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这样其实对方很难接受 而成熟呢,就要允许并且尊重不同 你改变一个人很难 与其去改变别人,不如彼此尊重 你要么你改变你自己,要么就给对方留一些空间 所以各位记住了啊,你要想改变别人啊 一定要让别人能够接受 这就是你的一个大前提 当你还不确定你跟他之间拍桌子骂街 都不会打断你们的关系之前 不要用这种的沟通方式与别人交流 因为对方还不足够的信任你 我告诉你啊,大多数人是听不进去劝的 我用我的人生经验告诉大家啊 想要改变别人,首先要改变我们自己 让我们的自身变得足够强大 有足够的光环,让别人仰视你 这个时候你才能有能力去说服和改变别人 穷则思变 很多伟大的人和成功的人都是被生活所迫 一步一步逼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所谓你若胜开蝴蝶自来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 一个变和不变的故事 2013年的时候因为一些疾病 我兄弟的老婆就进了医院 在这个药物的作用之下呢 体重从93斤直接在半年之内飙到了137斤 这对他来讲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一度使他产生了一种悲观想要自我毁灭的念头 尝试了很多方法也没有减下来 后来因为爱美啊 他就去寻找一些漂亮的时尚的衣服 但是因为深圳本地人都比较瘦 适合年轻人穿的时尚的大马女装和服装就不多 他走在一个个服装城里面 他就在想,街上这么多胖子 他们都在哪里买衣服呢 难道他们都要穿肥肥大大的中老年服装吗 那么年轻的胖子,时尚的胖子去哪里买衣服呢 这个时候他就灵光一现 他做出了他人生当中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 他当即就去考察了大马女装市场 找到了货园 然后盘下了一间女装店 在此之前他在体制内是一个文员 很多人羡慕他 你看他因为体重的改变 因为爱美的喜好 他改变了自己的选择和方向 然后他盘下了这个服装店 专门做大马女装 在一次一次的改变和调整之后 做的是风生水起 他曾经在这个保安啊 南投和西乡啊 都开了好几家分店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现在搞电商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同学们 便于不便有时候也是一体的两面 各位 我想请你在这节课当中记住一句话 当你不再想去改变别人的时候 你就真的成熟了 那么 当你不再想去改变别人 它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我们经常会试图性的 想和别人做一些沟通啊 交流交往 你想要去改变促进和纠正 其实啊 很自私 我告诉你啊 因为它很难 你就不如顺应人性 让它们自我成长 比如说这个鹰 它是世界上飞禽类最长寿的动物 能够活到七十岁 但是在它四十岁的时候呢 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四十岁的鹰 它的这个嘴巴 它长得又弯又长 几乎碰到自己的胸部了 它翅膀变得非常的沉重 爪子也开始逐渐脱落 它的捕食能力大不如以前 它必须在石头上磨短自己的嘴 然后把指甲一根一根拔出来 等新的指甲盖它长出来的时候呢 它才获得新生 能够续命再活三十年 这就是变 还有一个案例 比如说江子牙 他一辈子啊 他坚持用直钩教育 他渴望才华被贤者赏识 但他却平庸地度过了几十年 直到遇到了周五王 他的才华才有了用武之地 成为一代名臣 那么同学们 我们到底是坚守还是改变的 就好像这个鹰 他的重生和江子牙的选择等待一样 人生变化是世事无常的 不变的是每个人心中的进取之心 当我们在成功和失败之间 翻滚的晕头转向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啊 你可以是钻石 也可以是沙利 这不是有首歌唱的特别好吗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当河水不再流 当天地万物停住 日夜不分 当花草树木不再貂蝉 你会觉得很美好 但是你转念一想 当这个世界停留在春天 没有了热情奔放的夏天 也没有了秋高气爽的秋天 也没有了银庄素果的冬季的时候 那么世界是多么的单调和无趣啊 同学们啊 我们的社会生活 其实呢 现在是五彩缤纷 风凡复杂 同时我们的思维方式 心理活动和价值观呢 也都在与时俱进 也跟着变化 但是任何人事 它有不变的一面 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 不应该变的 或者是没法改变的 比如说人性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生活当中呢 就会遇到一些两难的情况 选择不同的路 可能走向的是康庄大道 也有可能走向AI的深渊 我们要改变守旧落后的旧席 要改变没守成规的思想 我们要打破自己的认知壁垒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看课程的时候 有没有像我一样 要成为一个leader 你要分清楚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什么东西是一直在变的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单位的头子 如果你是一个领袖 你要记住了 你的理念 你的原则 你的思想 这个东西是不能被改变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改变了 你的下属就懵逼了 跟着你干的人就懵了 跟着你玩的人也懵了 跟着你去往前面冲的人也懵了 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你需要让你的不变 让大家理解到 这是你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在说 你在这里一个公司 管理一个企业的时候 叫上下同心 统一思想 我的改变来自于什么 我的改变 是不是我遇到了某个事情 某个困案 某个阻力 遇到了危机 我才决心去改变 我希望每一个人在变和不变之间 一定要去寻找一些确定的东西 当你确定自己 就是那种创业的人 当你确定这个事情 你觉得改变会对自己有利 当你坚定的要把改变自己 变成一种不断改变的过程 那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 我能够进步 你能够吸收 你能够处理 你就要去做 你就要去变 所以变和不变 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 就是你要找一个 让你自己在最舒服的状态 在这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定是你跟其他人相处的 很愉快的状态 你才能够决定自己 到底要不要真正的改变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天人合一 当然 如果你想得到 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 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到你身边去找一个 已经拿到结果的明白人 然后很认真的 很虔诚的 很诚服的 向他去请教 我应该在哪里改变 而且当人家给你提出建议的时候 不要反驳 不要理论 不要思考 全盘接受 这就是强者思维 因为结果 不会说谎 因为他不会犯大错 至少他犯的错 比你小多了 人和人之间的竞争 不是说一定谁比谁去成功 而是谁比谁少犯错误 这才是你变的核心原因 好了 希望这节课 能对你的开窍和提升 有所帮助 下节课我们再见